这好像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片的星空耶 我也是 毕竟平常在都市里都看不到嘛 我们运气真好 刚好在天气好的时候来露营 如果运很多的话就看不到了 平常有基因的啦 是说你能认出天空中哪个星座吗 嗯...没有耶 不过那边那个最大颗的应该就是北极星吧 嗯...哪个 我看起来都很大颗啊 每颗星星都一闪一闪两星星 你知道星这个字在甲骨文里的本字是金吗 这好像蛮合理的哦 金的甲骨文写作这样 是上行字 代表三颗星星 就是用三颗星星来象征星空吧 答对了 星一开始是指众多星星 后来呢也可以用来形容明亮散发光芒的事物 那星又是怎么来的呢 为了区分金跟星啊 才在金的底下加入身当作身符 有这种写法也有这种写法 原来星是行生字啊 哈 优略星 赶快许愿 你刚刚许了什么愿望啊 世界和平 不要再打仗 还有病毒赶快消失 嗯...我也差不多 真希望世界可以平静一点 啊...我们也只能在这片星空下 诚心许愿呢 来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